吃了三十多年的胡萝卜,今天才知道原来带泥的胡萝卜和不带泥的胡萝卜差别竟然这么大,很多人都买错了。 大家好,这里是白边下厨房。 市面上常见到的胡萝卜,有我手上这种带泥的,还有一种是我手上这种不带泥的胡萝卜。 那么平时你在买胡萝卜的时候,遇到这两种胡萝卜,你会挑选哪一种呢? 想都不用想,相信你也和大多数朋友一样,会选择手上这一根又干净又长又光滑的胡萝卜进行购买。 我们都知道胡萝卜是一种一年四季都非常常见的普通蔬菜,由于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烹饪方式也非常多, 里面所含的各种营养元素和胡萝卜素以及各种维生素都非常丰富,因此受到大家的喜爱。 我们要知道挑选有泥的胡萝卜还是干净的胡萝卜哪一种比较好,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充分地了解一下胡萝卜。 最少要知道胡萝卜是在哪一个季节成熟,其实胡萝卜是秋天成熟的一种蔬菜。 所以一般秋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超市里面,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带泥的胡萝卜。 信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了,除了秋季之外,像这种带泥的胡萝卜在其他季节很难看到, 而其他季节我们不管是在蔬菜店还是超市里面,看到的都是这种又直又长,个头长短,看起来都差不多的胡萝卜。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可能很多朋友都还没搞清楚,现在我们要搞清楚这两种胡萝卜的区别。 知道它们的区别差别之后,以后你就知道怎么来购买胡萝卜了。 先来说说带泥土的胡萝卜。 刚才已经说了这种胡萝卜一般出现在秋季,因为秋季是胡萝卜大量成熟的季节, 而这种带泥的胡萝卜在超市里面和菜谱里面比较少见, 并且这种的胡萝卜很多都是咱们农民朋友自己种出来拿来进行售卖的, 不仅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便宜,还是当季的蔬菜。 而上面的泥土也说明了,这个胡萝卜刚从土里面拔出来不久,非常的新鲜。 反正像超市里面这种大小粗细长短都差不多的光滑的胡萝卜, 它们很可能是出自于大棚蔬菜。 像这种的胡萝卜,对比于我们有泥土的胡萝卜, 它的生长周期比较短,是经过人工培育,种植出来的, 因此从营养和口感方面来说相差甚远。 再从新鲜度来说,我们可以根据胡萝卜的根部, 也就是以前长叶子的这个地方来判断。 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种的经验, 像我手上买的这个胡萝卜还好, 根部看起来还是比较新鲜的, 但是和有泥土的这个胡萝卜来比,差别还是蛮大的。 从根部就可以看到,带有泥土的胡萝卜, 它的根部非常的新鲜,说明刚从土里面拔出来不久, 随便哪一个带泥的胡萝卜都可以做出明显的对比。 现在这个时节争执深秋,做出的对比不是特别明显, 等到过年的时候大家买胡萝卜, 就能看出平时我们买的既干净又光滑的胡萝卜, 排除大蓬蔬菜的可能, 还有可能是去年胡萝卜成熟的季节, 大量收购回来,一直放在冷库里面保存。 像那种的胡萝卜已经保存了一整年, 对比了各个方面, 我们知道了带泥胡萝卜和好看的胡萝卜之间的差别。 看完今天的视频之后, 相信你以后再也不会, 花冤枉前买不好的胡萝卜了。 并且我们要知道, 放了一整年的胡萝卜, 竟然都还完好无损, 看起来颜色也特别的红亮, 像这种的胡萝卜我们吃下去, 对身体是否有好处? 我不说,大家都心知肚明。 所以每到胡萝卜大量上市的季节, 我都会买许许多多的带泥土的胡萝卜回来。 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个胡萝卜非常好吃的做法, 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 也没有吃过。 做法简单, 一上桌全家人都抢光了。 此前我们需要把胡萝卜表面的泥土清洗干净。 然后削去外皮, 胡萝卜的营养非常丰富, 尤其是其中的胡萝卜素, 对人体好处不言而喻。 去皮后, 切去根部, 再将胡萝卜一分为二, 比较长一点的分成三节, 然后切成薄片, 切下一小块之后, 把这一小块胡萝卜贴在刀背上。 接着把胡萝卜切成薄片, 然后再改刀切成细丝。 刀工不好的, 咱们可以用擦丝器, 但是擦丝器, 擦出来的细丝, 效果不是特别好, 而且还很容易把手擦伤。 最后切成这种粗细均匀的胡萝卜丝就可以了。 收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几本大蒜, 不喜欢吃大蒜的朋友可以多准备一点。 接着把大蒜切成薄片, 厚度和胡萝卜的厚度差不多就可以。 大蒜不禁营养丰富, 而且它的味道非常特别, 不管我们在做什么菜的时候, 加上一点大蒜, 都可以让味道瞬间提升几个档次。 切好后收入碗中备用。 然后准备一把小香菜, 上面的叶子要提掉一些, 不要留太多。 切成这种的小段, 收入碗中备用。 然后把切好的胡萝卜丝 倒进一个更大的碗里。 香菜段加进来, 蒜片也加进来。 再来两勺盐, 适量鸡精。 一勺烧烤料, 烧烤料也可以直接用辣椒面代替, 然后几滴香油, 一点点辣椒油。 喜欢吃辣的可以多放一点, 少许白糖提鲜。 接着用手抓拌均匀。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那么请用您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支持都是我最大的前进动力, 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用手抓拌的这个过程中, 手要稍微用力挤一挤, 这样可以让每根胡萝卜丝充分地吸收料汁, 整个过程大概抓拌了一分多钟。 抓拌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抓拌好的胡萝卜丝放入盘中, 就可以开吃了。 胡萝卜丝以这种方法做出来, 少盐少油, 而且非常的入味, 吃起来微辣脆爽, 适合所有人使用, 不管是用来配面, 配饭, 或者是当做开胃小菜, 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了, 有泥巴的胡萝卜和干净的胡萝卜之间的区别, 以及咱们胡萝卜丝的做法,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喜欢的朋友, 赶紧收藏起来试一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加收藏哦。 那好了,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看,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